是一個九歲的男童 本身是有先天性的心臟病 那長期在使用這個呼吸器 那這次是在住院的期間 有檢驗出這個新冠病毒感染 那因為檢驗出來之後 就有這個氧氣濃度變差肺炎 惡化的一個情形 那不幸因為原先的這個先天性的心臟病 又併發新冠肺炎而出現多重器官衰竭而過世 那我們累積到現在特別針對兒童的部分 12歲以下兒童的話 目前的重症人數 今天新增1位 所以增加到總共35位 那這一位是肺炎 也因為這個有工病 心臟病的關係而過世 所以這位是肺炎有增加到 總共目前是有8位的這個肺炎的重症 那腦炎的部分仍然是維持17位的這個重症的病例 死亡的部分 因為這一位有工病跟肺炎的個案 所以目前的兒童的死亡個案數是累積到15人 其中肺炎的部分是佔4位 那腦炎的部分仍然是維持5位 那我們先前有提到有一位這個腦炎的中症的個案 那仍然在加護病房當中的這一位個案 他在昨天已經有傳出到一般的病房去繼續治療 所以這一位的病況也已經有改善